白光散尽,原地出现一个至少十丈的深坑,深坑之中白莲缓缓站起,可嗨嗨,他咳嗽着,抬头看向空中,要不是这件袍子老娘就栽了。 他身上的黑袍显然是一件难得法器,庇护他抵御了刚才那样的攻击,但这会也已经残破多处,偶尔露出血腻的白色来。 在白莲的视线中,一个身披畸形丝标志性红黑袍的身影,自夜空缓缓走下。 他面容轻取,瘦虚三寸,就连声音也是干瘦的,但他整体却给人有如实质的力量感。 能在本作的赤光抱前反应过来,你真不简单。 本作倒是好奇,刚刚被你送走的那个是谁。 他画风一转,忽然蛇身加速,朝江望离开的方向冲去。 白燕骤然,白莲拔地而起,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拦在了这名激情丝高手之前。 一朵朵森冷白燕如花绽放,灼开夜色。 但,这名激情丝高手身形一晃,便已穿越白燕之花贴在白莲身前。 两人在空中几乎是贴在一起,有半个身位重叠。 他探手,将一团赤光暴暗在了白莲的腹部,将它整个人往地上暗去。 他早有准备,或者说,他突然转去追击江望,本就是战术的一环。 哄,赤猎光团压着白莲柔软的身躯下坠,再次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。 咳,咳,烟尘散尽,白莲再一次从坑中站起。 从嘴里咳出的鲜血,已经尽头蒙面黑金。 狗娘养的季璇就知道耍诈,活该一辈子做狗。 他腹部有一团明显的伤口,在白燕的燃烧中缓缓愈合。 原来出现在空中的这个人,就是整个机刑丝排名第三的人物,清和俊的机刑丝厮守,内附近巅峰强者季璇。 被一通唾骂,季璇倒也不恼。 明知是本作,还敢完抗。 白莲呼得娇笑起来,季丝守实力虽强,却不懂女儿心呢。 你这一上来就撕人家的衣服,哪个姑娘不反抗? 她的声音如梦似幻,仿佛在喃喃思语中编织了一个美丽梦境,悄然龙象季璇。 而几乎与此同时,以白莲为中心,一道道炙烈白光纵横交错,直接覆盖了方圆三丈之内的所有位置。 幻音入梦,烈光震煞。 白莲以对话做引子,季璇以对话做准备。 两门甲等上顶倒数几乎是同时爆发。 白莲虽然在第一时间便冲出烈光震煞的范围,但她身上的白燕明显变得稀薄,已经再不能覆盖全身。 实力的差距很明显,更何况白莲负伤在先。 但她冲的方向是季璇。 幻音入梦,当然无法抹杀季璇这等强者的精神,但她只需要一个契机。 只要沉沦季璇三夕的时间,她今晚就有机会逆转战局。 一朵白燕之花开在如玉的手掌之前,按向季璇的腹部。 她当然是季仇的女人。 哼,白莲猛地撞上了什么,撞得七荤八素。 而后才看见,一根根白光如线交织在一起,形成一块四四方方的球龙,就在季璇身前将白莲困在其中。 白光四壁,白光如龙。 显然对于白莲的幻音入梦,季璇也早有准备。 她旋运的时间可能都不到一息,却等到白莲破镜才骤然爆发。 碾压,完完全全地碾压。 从头到尾,季璇掌控着整个战局。 她本来就没打算杀死白莲,她的目的是生擒。 在求光龙中,白莲再次凝出一朵白燕之花,却没有尝试打破白光障壁,而是毫不犹豫地按向自己天灵。 她在深陷求光龙的第一时间,就反映过来季璇的目的。 所以,她也在第一时间给出自己的回答。 这一首毫无疑问,出乎季璇的意料。 她对白莲和白莲身后整个组织都很感兴趣, 不然以她统御整个清和郡机刑司的身份,又何至于今夜亲自出手。 白莲一死,对她来说当然没什么损失。 但也意味着,她必然失去这之后的所有收获。 果断如季璇,第一时间便将球光龙散开。 贴身靠近白莲,手绕白光,探手去抓那朵白色燕花。 白色燕花转头,轰向季璇头颅。 白莲攻击自己的天灵自杀,当然是真实无序的举动,不然也不可能骗到季璇。 但在季璇试图阻止她自杀的时候,她就立刻反转为攻击。 她不怕死,但不想死。 季璇缠着白光的手横在额前,恰恰挡住白色燕花。 另一只手握成拳,狠狠轰在白莲腹部。 如季璇这样的人,即便是想要生擒对手,也绝不会因此给对手机会。 生擒是目的,但也仅仅只是一个目的。 尽量达成,但不是一定要达成。 她已是生怒,这一拳毫不留守。 白莲在空中全成了瞎壮,整个人被轰飞。 身上白燕骤熙,一如她的生命之火,摇摇欲坠。 季璇正欲踏空追上。 忽然,轰,轰隆隆。 巨浪排空,如战鼓隆隆。 整个雄阔江面都似奔涌起来。 青江震动。 一道滔天巨浪,涌上高空,巨浪之顶, 站着一个身披华丽官服的老人。 负责整个清和郡超凡案件的机刑司祭司手, 怎么有空来青江晃荡? 他几乎是奄奄一息地说着话, 声音却压过排空巨浪,压过潮涌呼啸, 清晰地传入季璇耳中。 站在浪颠的这位老人,身形已显勾楼。 面上皱纹横生,老年般无法掩饰。 他看起来已经很老了。 但是谁敢忽视他呢? 谁能够忽视这八百里青江之主宋恒江? 纪璇几乎是立刻就收敛了气势, 停在空中,微微垂谋。 府军大人,纪璇夜巡清和郡, 无意发现有妖人顿记至此。 纪某身为畸形司厮守, 国军受任,生民细命,不敢轻忽。 未免此妖人,伤害府军子民, 故而情急出手。 情况紧迫, 未能提前征得府军同意, 还请见谅。 他这一番话, 说得水泄不通。 既表达了谦卑, 又点出倚仗, 还给了宋恒江一个台阶。 身为机刑司排名第三的大人物, 统领整个清和郡集刑司, 他的地位不比清和郡首低, 但此时也不得不低头。 他清楚, 宋恒江今夜既然亲自现身, 那就必然要有一个交代才行。 他也觉得, 以他今时今日的地位, 以人族水族如今的形式, 他这个台阶便已足够。 但宋恒江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 轻轻地, 轻轻地灭了他一眼。 而后这位老人的嘴角微微扯开, 露出一个笑容。 就这一笑, 默契进去, 萧狂顿生。 庄城前的后人, 真是越来越没分寸。 再孤的眼皮底下, 打声打死。 他复守于后, 看在庄城前的份上, 你长乖自己时下, 便可离去。